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个贤妻良母 因为事业和名气 让李古一对家庭充满了忽略和内疚 直到丈夫去世前 两人也经常是至少离多 可以说 李古一有了辉煌无限的事业 却在对家庭充满了遗憾 而这么多年来 这股家庭 陪伴女儿与老人的重担 则全都落在了丈夫肖竹能身上 从今已经76岁的李古一 回想过往的婚姻往事 不许也会充满无限感伤 01 李古一在和肖竹能结婚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禁 请逗出开始的李古一 与自己的恩师金浅连集成夫妻 金浅连是极其著名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 门下学生数不胜数 而且都是歌坛响当当的人物 比如颜梅文 宋祖英等人 而李古一 也是她的得意弟子 可以说 金浅连对李古一的事业 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两人能走到一起 完全是因为从师徒情先见升华成了爱情 嫁给金浅连的时候 李古一非常珍视这段婚金 因为这是她的初婚 结婚后 李古一在金浅连的栽培下 朝着自己的歌唱事业奋力前行 随着李古一的名气大增 两人的婚姻生活 也渐渐走向结束 婚后的前面生活 让李古一非常想要一个孩子 最遗憾的是 两人 结婚后一直没能如愿 彼此都心急如焚 这也成了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李古一的事业一路攀升 夫妻两人常常居少李多 而且 金铁林觉得李古一年纪会越来越大 不想再耽误她 所以提出离婚 也是金铁林一开始的意思 但李古一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 一开始并不太想结束这段来之不易的婚禁 在她心中 金铁林甚至也是一个好爱人 而且更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初婚情怀 不过 金铁林却一直劝说李古一 最终两人悄悄离婚 各自在寻更好的归宿 1991年 金铁林在关 娶了小太二十一岁的音乐老师马丘华 两年后 金铁林如愿喜得子 去宁金圣权 而离婚后的李古一 也开始被伤天眷顾 遇到了一生中最爱她的男人 林二说起萧卓能与李古一的缘分 完全要从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开始 李古一打红后 萧卓能对偶像李古一 已经到了疯狂的爱慕与吹迷的程度 作为铁打歌迷 萧卓能经常会称空去看李古一的演出 勾买她的唱片 不停给她送花 李古一的每一次演出 几乎都能看到萧卓能的身影 那时候对于萧卓能来说 除了工作以外 心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古一 最让人惊讶的是 萧卓能 2 二 二 二 一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